现在我们再来看地藏菩萨度众生 度尽了众生才成佛道 这是所有的菩萨以过去的佛 未来的佛之中最伟大的一尊菩萨 其他的菩萨都希望自己先成佛再来度众生 或者是一边度众生一边成就佛道 这一尊菩萨要把所有一切众生全部度尽了 他才成佛 地藏菩萨于过去久远及前 在师子奋仪训具处万行如来时 为大张在之 见佛向他庄严 应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 高于悠正此生 当时久远度拓 一起受苦众生 时长者此 应发怨言 我今敬为来即 不可忌计不可忌计 为是众苦诱导众生 广是方便 尽力解脱 而我自身方程佛道 一时预备付钱 一时大愿 一经百千万亿挪由头 不可守处计 尚未复杂 这段文字是非常的重要 点出了地藏菩萨 为什么在过去那么久远以前 已经是师弟的菩萨 到现在还没有臣服的原因 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 他曾经看到 有一位四肢奋行俱作万行如来 他的浮相庄严 他就问他 你的浮相庄严怎么来的 那就告诉他 你想要得到 我这样的身体的庄严 应该要求远及地度 广度一切受苦的众生 因此这位张宰子 所谓张宰子的意思 是有身旺的人 叫做张宰子 有钱人家的人 叫做张宰子 张宰和张宰子 这是表示有钱的人 以及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因此他就罚了这么一个愿 愿什么 愿呢 他直接不准备成佛 一定要使得 所有的众生都成了佛 他才成佛 现在我们再向下边一段 是地藏菩萨曾经做校女的因缘 过去不可思议 恶神奇迹 由旧花定制在往如来的时代 她在相法之中 地藏菩萨曾经是一位佛罗门的校女 她的母亲死了以后就躲在地狱里面 这位小女就把家产全部卖了 而去到处求香花 以及许多的供品 来供养这一尊佛的舍利塔 因此而得见佛的形象 而他自己见到了佛的形象 他就扑倒在地上 在哀求那一尊就花精子在往佛 他说 而佛就告诉他咯 佛告诉他什么 好 你供养之后呢 早一点回去了 只要你端正地坐在那边 来念佛的名号 静一日一夜 就忽然 见到自己的身体 亲自到了地狱 那么得到一位鬼王 叫做无独 无独鬼王 就告诉他 他说你的母亲已经升天三天 已经三天了 因为由于她的小女共赴的功德 并且告诉他 不仅仅是你这位菩萨 你这位菩萨的母亲从地狱里边都解脱了 而且所有的无间地狱里边的罪人 在这一天都受到快乐 就好像一起啊 离开了地狱那个样 而伸到人间去了一样 这是一段呢 迪藏菩萨成为孝女 救母的故事 现在我们再往下看 迪藏菩萨发的愿了 过去无量恶生奇迹 有一期至成就如来 祈福未出加持 与灵国王为友 法院早成福道 当度造罪的众生 灵国王法院 永度罪苦众生 未愿臣佛者 就是地藏菩萨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地藏菩萨经里边告诉我们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阵佛叫做一期至成就如来 在这一阵佛还没有出家之时 就是这一阵佛 就是一期至成就如来 还没有出家的时 他事然是一位过王 他跟另外一个国家的过王 做朋友 这位一期至成就如来 他说我希望早日成佛 然后呢 我度完这些造恶的众生 可是另外一个国王呢 他就发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愿 他说我永远要把最苦的众生 全部度完了以后再成佛 那这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一期至成就如来 老早就成了佛 地藏菩萨到现在还没有成佛 这是非常的难得 这是为了度众生 直接没有想要成佛